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stere东우 大家好我是于美瑞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М罵喬喬喬 喬喬喬喬是我们对东南亚鲍兵的统称 在泰国 根本诶喬喬其实是一个史景兵 泰式的膈户喬喬 有三种最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是椰浆 第二个是西谷米 第三个是碧芹 这三种食材都深受台湾的喜欢 那现在就来为大家示范 如何制作萌萌萌萌 这三种食材都深受台湾 那摸摸喳喳里头呢 最重要的一个食材呢 就是这个 碧芹 然后我们要切得比较小块 如果你碧芹切得非常大的话呢 你会很容易就把你的石榴冰 做得非常的大颗 这个红色的是石榴糖浆 味道非常的好 这也是泰国特殊的糖浆 那我们先来做这个石榴冰 第一个我们要先把我们的石榴 放到大碗里头来 把我们的红石榴汁淋上来 然后混合好了之后呢 是不是慢慢的就可以染色 像这样的部分呢 我们至少要放两个小时 因为你放两个小时之后 它才会上色 两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石榴汁 沥出来 沥出来之后呢 就会变成这样子 它完全吸收了这个颜色 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素薯粉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 碧芹 然后呢 我们放到我们的素薯粉里面 这样的话你才能裹上一个粉衣 吃起来的话才会QQ的 那外Q内脆就会变成说 这一道甜点最好吃的原因 那我们在裹这个粉的时候 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你裹粉的时候 可能有两颗 碧芹会黏在一起 像这种情形有没有 黏在一起 我们要把它分开 分开的部分 如果你没有沾到粉 它等一下吃起来的时候 就会有一面不够Q 口感就不够好 这个是我们在做 这个椰汁石榴冰的时候 是要非常注意的 我们这边有我们刚刚先做出来的份量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裹好的素薯粉 我们把热水煮沸之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石榴丢进去 然后让它煮到浮上来 浮上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放在我们的斑兰糖浆里头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叶子 这个就是斑兰叶 斑兰叶呢是我们在做泰式甜点的 非常需要的一个香气 那我们用糖水跟斑兰叶一起煮成一个糖浆 冷却之后就放在旁边使用 这个时候 水已经滚了 好 我们要把我们的 碧芹 红宝石丢进去 丢进去的时候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千万不要一直拌它 好我们现在拌它 只是为了要让它不黏锅底 这样就行了 如果你一直拌它 粉就会掉了 你刚刚就白沾了 然后你吃起来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一点豆腐Q不好吃 就是一个脆脆的碧芹 这个是我们在做 叶子石榴兵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做一大锅的话 你千万不要把所有的碧芹就往下放 这样的话你很难煮开 你会整到整锅都糊的 必须要分次加热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好 现在慢慢的我们已经看到 它已经有一点点透明状 这个透明状就表示 我的粉已经熟了 这个时候就会慢慢的浮起来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出炉 有没有看到这些 还有另外一点你可以判断是说 每一颗都分开 那也是好的 如果黏在一起的部分 要让它再煮一下下 这个是一个大人小孩 都非常喜欢的甜点 而且我一直认为这个甜点 应该可以取代珍珠粉源 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 因为它的肉量很低 好 那我们现在要让它起锅了 把它捞到我们的糖浆里头来 那它是热的 所以我们的糖浆是冷的 那你如果觉得说太多的话 你就要加一些冰块 捞起来之后我们就放冷 因为你放冷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吃它 那石榴吃起来是里头脆 然后外面QQ的 那你冷却之后才会更感觉到 它素薯粉的Q度 这就是我们冷却之后的石榴 大家可以看一下 神神亮亮 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来做我们的咸椰浆 椰浆我们要倒在锅子里头 倒进去之后呢 我们要开火 我们要煮它 要把它煮热了 咸椰浆最重要的是盐巴 盐巴 盐巴 好 这盐巴呢 我们要适量的加进去 好 加进去之后呢 我们要觉得我们的椰浆是咸的 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现在加进去了 那这边有一个东西叫做米粉 好 这个米粉呢 我们要加到咸椰浆里头 是要让它变浓稠的 否则咸椰浆就会稀稀的跟水一样 那我们这边已经加热了之后呢 我们要倒一些出来 不用全部倒出来 倒一些些出来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米粉跟它混合 这样的方式虽然很麻烦 但是你如果直接把米粉倒进去的话 它全部都会解离 反而是反效果 会有面疙瘩在上面 这是不好的 好 这样混合好了 混合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咸椰浆倒到锅子里头 我们把它混合煮滚 然后这个椰浆就好了 有没有感觉到一点浓稠的感觉 因为呢 淀粉已经糊化了 因为加热的糊化的关系 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关火了 刚刚椰浆的碗 咸椰浆倒在这个碗里头 感觉因为是热的的关系 所以你觉得这个椰浆呢很稀 好 但是不用紧张 你没有做错 等到它冷却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比较浓稠 那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试试看咸不咸 我吃一下 有咸 好 这个咸椰浆就做好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要冷却的时候 才可以使用 现在是热的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 两个钟头前做好的咸椰浆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咸椰浆的质地应该是这样 椰浆做好了之后 接着下来我们重头戏要上来咯 咸咸椰浆是一个石井冰 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配料 有西谷米 然后有亚达籽 有菠萝蜜 还有我们刚刚做的石榴 那我们刚刚有组合一杯 请大家看一下 这一杯呢 就是可以做你自己创意的咸咸咸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椰子 有亚达籽 有石榴 有玉米 汤圆 好 那这杯咸咸咸 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刚刚做的咸椰浆 我们要淋上去 为什么要淋咸椰浆 是因为这杯里头的甜度是很高的 如果我们淋上咸椰浆之后呢 它可以让你的甜咸平衡 会让你的冰会更好吃 好 这些咸椰浆我们要淋上去了 那最后的装饰呢 我们要放上薄荷叶 就完成了我们今天的摸摸喳喳 就完成了我们今天的摸摸喳喳 这个越南也有好香很特别喔 这些咸椰浆很丰富 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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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越南一样好吃 夏天吃这个最適合的 看起来很漂亮 味道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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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推荐 你喝这些咸椰浆 完美 哇 哇 我来吃点蜜事 吃点蜜事 雞蛋 来吃点蜜事 你吃点蜜事 我来吃点蜜事 你吃点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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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好想要偷吃点蜜事 的口口 有了 感谢观看